歡迎收看 早安 珍子望 是 遲到 沒有, 約8時30分 你遲, 我就是遲到 你搞什麼這麼久? 不是, 剛拍車 我上網約了港珠澳池車場 208元, 24小時, 幾點? 你怎麼來的? 當然要坐A車, 張溫露 一小時就來到港珠澳大橋 節省一點錢, 好嗎? 好, 我節省 拿行李, 快點 快點 姐姐帶你買票, 好嗎? 好 有沒有搭過金巴? 真的沒有, 第一次 幸好我有經驗, 非常簡單 我們去… 去澳門 日間, 正價票有65元 是成人的, 長者和小童33元 半價, 我們買兩個 總共130元, 確贏 你想用什麼? 巴德通 巴德通, 對 其他電子支付也可以, 巴德通 三十多也不用 沒錯 好, 完成 接著我們要找誰出口 2號去澳門, 1號去珠海 林秀儀呢? 林秀儀, 什麼? 在哪裡? 打給她吧 好, 打給她 這麼煩?不聽電話 對, 遲到, 遲到誰不聽電話 林秀儀, 你在哪裡? 我們上船了 上船? 對 說明是乘搭這麼快 40分鐘就去澳門了 我帶著那個兒子去港島區 在上環碼頭乘搭船方便很多 而且船程只有一個小時 我覺得我們差不多時間到酒店了 你休息, 我也有一個很聰明的兒子 那就是酒店見了, 好嗎? 很聰明的兒子, 好吧… 對…我們上車了, 不等你了 好, 再見… 話說回來, 你約了誰, 認識嗎? 你應該認識, 有差不多年紀和年資 我們等一會, 下船後 就在碼頭乘巴士去酒店會合他們 有帶泳褲嗎? 有, 三個 什麼? 你好 麥美音? 你好 林秀儀, 什麼? 說明一人戴一隻小鮮肉 這個擺明就是蠟鴨 不是, 這個你熟, 比較容易玩 太熟, 不可以認識新朋友 但是你好像錯了重點 重點就是 為什麼這個男人會跟我上船? 但是為什麼你又跟他一起來? 為什麼? 你哪有資格? 鄭修儀, 準備了什麼? 好, 說明我們請一天假去旅行 我已經找到我的馬卡爾朋友 推介了很多地方帶你們去 我也不輸蝕, 我經常來澳門工作 有些好東西、很享受的姐姐帶你去 知道… 我準備要很多東西 例如抽房卡 睡房很重要 很刺激, 我要, 我要… 我的槍在那裡 01 01 有寶寶畫 你怎麼會做畫? 怎麼會做畫? 早點休息, 睡覺了 睡覺了, 睡覺了 你睡街, 好嗎? 換房… 買了嗎? 剛才來澳門, 這麼快找葡萄吃? 不必要, 澳門一定要吃葡萄 葡萄, 你吃過正宗的葡萄嗎? 來吧 請問有什麼分別? 當然有分別 平日我們吃的葡萄 其實是由一個英國人改良過的 可以叫做澳塔 這間就是買正宗的葡萄, 試試嗎? 我要了嗎? 你先來, 請來, 請來, 請來… 你好 四元葡萄… 10元一個… 10元一個… GMA, 給我一次嗎? 好, 哥哥請 好, 慢慢吃 它有很多層 像層酥一樣 熱烈烈的 真的嗎? 很燙手 剛出爐了 真的嗎? 它的皮就像薯片一樣 而且中間的皮是煙烈烈的, 很有趣 因為外面很美味 是嗎? 裡面是煙烈烈的 而且我覺得重點是 它有點像流心的感覺 對… 不是像平日我們吃的澳塔 燉蛋的感覺 對… 這個有更酷的感覺 對 本來我打算來到澳門 第一頓要帶大家吃正宗的葡國菜 好 既然現在大家吃得這麼飽 很油膩 還沒飽… 你真的不了解什麼? 真的沒飽 走吧 很近, 慢慢來 對… 很近 你慢慢吃, 不等你 很近, 哪裡? 隔壁 不是, 這裡 不凍, 這麼快 真是隔壁 我們今天很開心 有汪亞姐, 杜姐和嘉燕姐 在我們的演場, 很開心 很大壓力… 很大壓力 請到他們 拆袋了 其實這裡的裝修 全部結合了七、八十年代 中濮兩地的物品 是否很有澳門感覺 你看牆上的盤子、碟子 你應該有用過的 行了, 不如我們吃東西吧 吃東西吧 這些是特地點的正宗的葡國菜 但這條是什麼? 這條超級烤焗八爪魚 它真的從葡國來的 你給大家看看 很長 我要頭, 麻煩你 你要頭? 是 它很容易切 對 它真的很軟, 拆下去已經… 拆下去已經感覺到 我們先吃那些很韌 很軟 對 你要吃正宗的葡國菜 當然要吃乳豬 皮是… 很大聲 我聽到你的脆 很脆 還有 真的很脆 而且我很怕吃乳豬 中間的皮下面有肥肉 這裡是沒有的 怎樣? 你真的想拌勻骨 中間還有很多肉可以吃 可以損… 好, 還有這個 沒錯, 就是烤鴨飯 烤鴨飯? 你能找到鴨在哪裡? 不知道, 鴨在哪裡呢? 鴨其實就是… 在飯和飯中間 會加很多鴨絲 你看 平日我們煮飯不是下水煮的 是用鴨架熬出來的湯 煮米 而且再烤一烤, 再香一點 表面有點像 我們不知道 飯招嗎? 對, 烤鴨飯, 什麼飯招 就在喉著那些 吃飽了嗎? 行了, 滿足後去哪裡? 你想去哪裡? 好像比較便宜 我想去玩 玩得好嗎? 要脫衣服 脫衣服… 來…拿手袋… 不要… 謝謝… G&M小朋友, 這裡是什麼區? 考不到, 這裡是遊客區 很厲害 這裡是中區 有大山包、新馬路 噴水池都集中在這一區 如果大家想看一些教堂 古蹟, 細圍的文物 都可以從這裡開始走 就看到很多東西 修爺, 什麼… 我想說那裡有一間 是買了一些製造在麥卡爾的東西 你有沒有留意到嗎? 我當然留意了 這兩年多了很多特色店舖 可以走走, 很好走 原來澳門也有出酒嗎? 有, 但是不多 你知道為什麼它叫花酒嗎? 因為有花味 很厲害 很厲害 它是屬於威士忌, 還是福卡爾嗎? 其實它是屬於白酒 因為澳門人多數喝葡萄酒 然後威士忌, 各種酒 這個花酒就可以好好填滿 澳門的白酒市場 這個這麼有趣 是澳門製造的 厲害 不錯 潤唇膏吧? 不是, 看就知道 是什麼 可以防蚊叮蟲咬的 很有趣 很精神 平時的天然精油是玻璃冬的 你遠遠都知道是阿婆用的 這些這麼可愛, 還有卡通設計的 就是不知道 對, 還有幾個 卡得住… 這個有個名堂 是嗎? 這個網紅蝦子麵 對, 我覺得很細心 因為你買了它做手信之後 可以肚得親人朋友的歡心 這個肚真爭的歡心 這個是監製的歡心 夠了, 我們都不夠監製的 全部都拿了 對 謝謝… 這些手信都夠了 不過我還想買多一件東西 那件東西在香港不是經常看到的 但澳門的茶餐廳每間都有 紅色的 我知道, 你先結帳吧 謝謝艾文, 謝謝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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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結帳吧 謝謝艾文 後數… 就是這裡, 不過沒想到 有很多不同顏色 我想問, 香港打風會吃什麼? 我知道, 豆豉鯪魚 我也知道, 午餐肉 那澳門打風會吃什麼? 我知道, 沙甸魚 對, 澳門人喜歡吃沙甸魚的程度 真的超乎你想像的 所以他們一定會吃 這個葡國製作沙甸魚的品牌 它有七十多年歷史 現在很厲害, 現在還有專門店 很多口味是這裡才有的 而且它還跟很多食品做蝸甸魚 蝸甸魚有什麼? 有沙甸魚餅, 沙甸魚蟲仔餅 那那些餅是甜還是鹹? 你嘗嘗就知道我的樣子很壞 很醜 這個什麼樣子? 沙甸魚蟲仔餅 其實平時不能試吃 不過我買的 我給了錢, 你們等人配合給我 聞上去是普通牛油的家味 為什麼它有這麼大的? 問我中間有魚味 因為沙甸魚在裡面 好像平時吃杏仁曲奇 中間你會咬杏仁 中間你咬過沙甸魚, 會有一點味道 一粒粒 我這個就是煙燻瓶魚? 這些平時在香港沒見過 我看見過, 這隻就是這裡有 還有橄欖油 只有這裡才有 給大家看看 對, 鹹 鹹 好吃嗎… 是不是很香煙燻? 很香 而且你吃到橄欖油的味道 但那口口肉真的很滿足 這個我會很想在加勞碗片裡吃 是意時的味道 對 這個沉鎮式藝術館在世界各地都會展出 每個地方都有些不同 以前就要去到日本或不同的城市去看 現在近一點, 澳門也有 大家好 大家都很聰明, 懂得穿白色的衣服 最重要是不要穿裙子 是裙褲? 是, 還有太鬆的褲 大腿座 因為裡面有很多鏡子 阿佩士, 走光吧 好… 有請… 好 走… 這個沉鎮式藝術館的創作團隊 由2001年開始 不斷嘗試通過科學和技術 令藝術可以打破界限 所以你看到除了拍照打卡一流之外 這裡很多的展品都有互動性質 讓參觀者不僅可以觀賞藝術品 還可以置身其中, 親臨其境 在這裡拍照打卡固然好看 但我覺得在現場看的視覺衝擊 比我想像中震撼很多 我覺得我好像去了第二個圍道空間 下面的同事數了三千拍手 我們就一起上來吧 3、2、1、4 很棒 不要叫你 放手… 我送給大家 送給你… 有意外 有氣地看, 有氣地玩 很棒 很棒 我看你這麼快上去 很棒 我們被花包圍了 這裡連同另外兩個展區 都是今年六月才推出的新展區 蘭花是會感應你的位置 而將你包圍的 這不是泡泡像嗎? 不是像, 是整個空間都是泡泡 這個新展區會利用蕃茄 去模擬生命和細胞的狀態 你看它多有生命力 不斷攻擊我們的頭 好 什麼? 午餐我貢獻了 晚餐到你了吧 訂好桌子 而且很感謝大家 這麼配合穿得這麼漂亮 餐廳在對面 這樣拍吧 其實路騰金光大道這個地方 很奇妙 你看到娛樂場、酒店 你看到很近, 要走很遠 不如我們坐輕軌, 很方便 還有沿途有很多美景 你看看… 好… 澳門的車枝挺滑溜的 巴士和輕軌都是六元, 很容易寄 行, 輕軌如果在一至三個站內 收六元, 四至六個站收八元 七至十個站內收十元 而我建議大家用澳門通 或者輕軌通來入閘 因為全部不搬 好, 華人一日辛苦大家了 不如今晚吃一頓好嗎 好 這間是米芝田一星平級的中餐廳 它拿過亞洲五十最佳餐廳 澳門最佳餐廳 不僅食物好, 大家看看環境 有這個噴水池表現, 是否很有誠意 謝謝… 但我們也有程序吃 我們首先由這個頭盤 黑魚子白花乳豬件 大家有吃過蝦多士嗎 有 蝦多士通常是麵包的 它用乳豬皮取締 去掉一層油, 裡面釀了蝦膠 吃下去應該不是非一般的蝦多士 是, 這是蝦多士的 夠了 一口 會令你想起蝦多士的東西 但是由於魚脂皮很脆 把麵包放在裡面 後面滲出黑魚子的味道 好, 大家先喝一口茶 是, 先聽口腔, 是嗎 這個是20年花雕蛋白蒸龍蝦 20年的花雕蛋白蒸龍蝦 對, 很名貴 其實蒸蛋, 大家知道很容易過熟 但是它又要控制龍蝦 對 又如何慢慢滲出花雕的味道 是好巧工序和耐性 因為要找適合時間和火候 才能做到這個效果 請說 在想, 因為每樣東西 你會變過熟的時間不同 對 所以很難不像大家剛好的時間 你為什麼跟他說話 沒有, 因為聽到… 我說不, 我很有啟發 然後我想, 我突然明白了一些東西 他叫我說, 我就說回我剛才明白的 對, 一升級… 冷靜… 忍住… 忍住… 輪到極品燒鵝飯 這隻鵝是很特別的, 叫馬剛鵝 師傅會挑選三斤的鵝腩來煮 大家看看挑選你想要多少蟲鵝和鵝 這隻蟲鵝是夠我一輩子人直播的分量 你可能像賺很多錢 對, 你到哪兒就行 好像是投胎 好了, 吃完了, 大家感覺如何 很滿足 來到另一個重頭戲 可以嗎? 可以 很浪漫… 很浪漫 你好, 這間酒店的午餐桌 好像有點刺藤相識的感覺 其實是否香港也有呢? 是, 它跟香港的共通店很高 這裡有51樓 可以看完整個小鵝的景色 難得有這個時刻 我介紹兩杯很有澳門特色的雞尾酒 喝東西吧 對, 這杯叫黃昏 名字這麼有趣 先嘗嘗 有些金箔在臉上 我喝到茶味和很重的杏仁味 它的主軸是乾一白蘭地利的 裡面也有烏龍茶和杏仁酒 所以喝完之後 令你想起澳門的特產 杏仁餅 對 很棒的, 好 另外一杯, 很有趣 它叫做葡撻 這杯很酸酸 對 它的基底是Vodka 裡面也用了牛油和忌廉 所以吃了葡撻的感覺 沒有改錯名字 對 好 杏仁餅, 葡撻 很有澳門的感覺, 對嗎? 乾杯… 他們倆在那邊 那張單, 你… 你好 你去晨早上說什麼法文嗎? 不是浦文嗎? 浦文早上是很棒的 是嗎? 其實為什麼要這麼久來吃早餐呢? 去旅行當然要用盡每一分、每一秒 吃早餐很合理 好 大家知道吃東西很有名之外 這裡還有什麼很有名嗎? 飲品 大家不知道吧? 大家看看窗門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仿照澳門最歷史悠久的酒店 風景酒店的陽台 大家看看拱門、柱子和地磚 全部都有葡萄牙的建築特色 Edmond, 有做功課 其實我們進來的門口已經介紹過了 門口還是噴水前的石仔爐 對… 眼大看過爐嘛 不如拿早餐吧, 好嗎? 好… 拿東西吃 謝謝 謝謝 要真是菜 還有點嘴巴 謝謝 很香, 真棒 行程來到這裡, 有兩個選擇給大家 Pen A, 留在酒店做Spa, 享受世界 林修儀 平日出埠, 我也會做Spa 在澳門做Spa, 真的是第一次 但這個是超級有澳門特色的Spa Sanguia, 你聽過沒有? Sanguia就是水果酒 但我們用來做Spa 那水是紅色嗎? 是 我們泡之前為什麼要按摩? 我們泡之前也要先去死皮 我們待會就會滑滑滑滑 真棒 是呀 這個溫度很舒服 我覺得自己好像一個貴婦… 不…少女… 不少女, 當然請你喝杯吧 好… 真是Sanguia 謝謝 這是紅酒的Sanguia 乾杯 剩下的關係 這瓶是這個豆腐 真是有甜品 沒有假的 如果你們有沒有喜歡吃水果酒 所以是我們最喜歡吃水果酒 用了冠避那是天, 對 你不是吃水果酒酒、吃水果酒 這樣喝東西吧 你不是吃水果酒嗎? 不是吃水果酒嗎? 你吃水果茶 你會吃水果茶 這個味道餅 這個味道厚 是嗎? 所以女士泡這個SPA簡直是完美 血液超級長 我們不用管那兩個男人 真的… 兩個男人 湯姆加花 舒服 如果大家不想留在酒店上出去逛逛 我們有計劃B這個選擇 這裡是哪裡? 路環, 不過我真的很少來 我的麥卡爾朋友說 路環是澳門人的後花園 就像香港有西貢一樣 這裡有很多地方 還保留了以前澳門還是漁村時的味道 是一個很放鬆的地方 很漂亮… 我先看看 這些景況比較長 很難, 你本身不長很難 我覺得這邊比較漂亮… 這邊, 再秤一點 這個路環真的適合隔離你們 老人為力… 除了富有澳門特色的街道之外 路環近年還引入了一些新式的文創店 說回來, 走了這麼久 不如去喝杯東西吧 走得這麼深入, 有什麼看法 韓國兩年前 不是很流行的那種400次手打咖啡嗎 大家都以為是韓國人發明的 但其實錯了 是從這裡傳出去的 真丁嗎? 好 告訴大家 這間店已經有二十多年歷史了 就連這杯手打咖啡也有二十多年歷史 快嘗嘗吧 歷史很厲害 是 很香滑 很滑 像平時喝的咖啡, 味道完全不同 很滑 我之前看韓國的短片 也有教怎麼做 對, 其實是這兩年間 才由澳門傳到韓國 難怪我在韓國看到不同的版本 包括抹茶版本 朱古力版本, 三果版本也有 奶粉可以嗎? 可以, 奶粉也有 媽媽, 我們下餐吃什麼? 你看我幹嘛?看她嘛 媽媽 好 大家來到澳門有沒有發現 我們有一樣東西沒吃過? 是嗎? 豬伯伯 對, 我故意帶大家來 因為這裡老闆是土生蒲國人 可以吃到正宗的土生蒲菜 土生蒲國人? 什麼? 土生蒲國人 土生蒲國人 這個一定錯, 你說 我告訴你 就算是蒲國人 定居澳門後 也不叫做澳門土生蒲人 叫他們下一代在澳門出生 才是澳門土生蒲人, 明白嗎? 完全明白 這裡的非洲雞包和豬扒包 都是這間餐廳的王牌 快試試 試試 試試… 很香 這個是蘑菇醬嗎? 香 有一點辣椒 有豬的, 有花生的 真的有香腸 有花生的, 感覺很香又辣 我感覺到這個豬扒包 我們這個豬扒包, 我吃了 因為這個加了洋蔥和蒜頭 煎豬扒 跟我們平時吃的不同 我們平時吃的… 乾身一點 對, 炸的豬扒 然後就這樣煎 這個多汁很多 你看, 超重的材料 超多汁一次 這裡有很多洋蔥 你掉了非洲雞嗎? 不要看過來, 真的不要看過來 別看過來是甚麼事 非洲雞包, 他只吃了非洲雞 剛才他有一個飛出來 想著吃了韋絲 然後呢? 都會咬到 你怎麼吃? 我錯了… 我錯了, 我錯了 替人嘴聲說話… 對, 你沒說過口感 我只是… 對… 我看他們說得那麼好 對, 重點是甚麼 重點是… 甚麼 這是陶生的無角菜 好 沒吃過, 第一次吃過 很厲害…好, 厲害了… 記得… 挺棒的 姐姐帶你來吃陶生的無角菜 林修宜, 怎樣? 下一個行程我已經準備好了 現在等什麼? 冷靜點, 我們要等兩個兒子 他們不見了 這麼大的人會不見嗎? 許文兄… 想怎樣?獨吃難題 這裡整條街都是賣牛汁 當然是來吃牛汁 你知道為什麼開這麼多間嗎? 好吃 不是, 因為每間都有不同的秘方 好吃 你為什麼不讓我吃? 我在這裡… 我的… 我炆不了 你整碗來? 去其他地方 何先生, 還有東西吃嗎?